大家好,我是国瑜修缠 这个视频咱们做一下五评 那么当前三证指数 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以及向上五盘 新能源方向的全面调整 是否要变天 向光伏离电池,能源池,风能 那么的板块进行重点分析 点评仅供参考 不作为满卖一句 咱们先看大盘再看板块 好,那么对于大盘来讲的话 那么三证指数 咱们今天早间给出的观点是什么呢 是防范短期的调整 昨天对应的是防范冲锅回落 今天对应的是防范短期的调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和视角呢 咱们前面讲的比较清楚 那么今天只做一笔代过 一,潜高 2300,3625 潜高是有承压的 二,前面三连阳 但是阳线的私底是不断的收窄的 那么温和方量 量能有代表增接力 那么阳线的私底收窄代表是有多头 完全占有到相对占有到多空平衡 也说呢 它可能会迎接短周期的小小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选择或者是调整 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开线语言 只不过呢 像今天这样的调整 要重点关心是什么呢 不怕小阳星 小阴星 小阳星 小阴星的震浪 也不怕带有 就是主要说量能保持住 不怕这样的一个震浪 它更多是洗盘 主要说呢 不破 从结构上面来讲 只要不破下方的3550点的位置呢 正正洗一洗 反而更健康 但是要防范什么呢 防范的是调整的幅度加深 它从小阴星小阳星 小阴小阳转化为什么呢 转化为直接反爆阴线破五军 为什么呢 如果说给出这样的一个 从开线表达上面来讲 给出这样的一个反爆 把昨天前天的阳线给覆盖掉 给出一个阴线 而且呢 是把收在五军之下 出现这种剧情 它就是一个顶分 而且是强顶分了 所以说呢 我们不仅要关心 它的相对位置强弱 还要关心它调整 或者是洗盘的一个方式 和幅度 所以说呢 对于当下来讲的话呢 观察的一个接点 它是如期线下调整 那么用如期线下调整的话 只要说 大的方向不破3550 小的方向来讲的话呢 五军不破 那么这样的震荡 调整 那么只要说 有新的板块冒出来 或者是有板块轮动 依然是挖掘短线的 低线高抛的 这样的一个机位点的 只是防范什么 防范出现一分钟级别的机条 然后呢 只要不出现这种顶分破五军 那么呢 短时间来讲 把它作为反弹过程当中的震荡 或者反弹过程当中洗盘 这三分指数 那么用五分钟的结构 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今天 是已经是走的是 五分钟的线上下了 这是非常清晰的 那么五分钟现在下的话呢 那种长轮结构的维度来讲 从3448点位以来 它走的是一个五分钟攀承上 五分钟攀承上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咱们在昨天 在前面跟踪的一个视角呢 五分钟 中枢 三五二零到三五零 然后走的向上离开段 离开段的话呢 它已经内部已经可以作为两个一分钟中枢 所以说呢 结构是比较饱满的 结构饱满的话呢 那么一分这个五分钟的向上离开段 一分钟的向上走这类型 随时可结束 一旦结束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就是一个一分钟的反向运动 五分钟的向上下 所以说呢 当前也是于 从技术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 比较标准的 比较规矩的这样的一个走法 这个做法呢 那么它的推演方式呢 其实核心的看点 一下方的350 作为五分钟中枢上延 只要说呢 五分钟先通下不破 它对应了 还是属于五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那么当前已经是五分钟 先通下的一个做法的 那么接下来 重点观察的继点 它只要不出现 向下的这种急速调整 只要不出现 这种急速调整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调整下来是机会点 如果出现急速调整的话呢 一旦出现这种反爆阴线 顶分破五军的玩法的话呢 那么它是一个空投力量更强 反而呢 不要着急的去接飞刀了 而是呢 等等 观察观察 好 那么做一个大胆的 就是做一个玩 全面的一个推演 推演的话呢 如果说强 它别说下方的350了 连最近的 这样的一个一分钟中枢 它都不跌破 而是呢 围绕着这样的一分钟枢 持续震荡整理 甚至呢 直接 震荡整理 让了中枢延伸 升级为五分钟枢 再往上就离开段 这是一种剧情 如果说这个位置 只是做一个五分 作为一分钟枢的延伸 一分钟枢延伸呢 直接往上 这是最强的表达 而后的话呢 走出就是一分钟的 就是五分钟向上离开段 延续 而后的话呢 在观察什么时候组建 第二个五分钟枢 这是最强的 那么最比较弱的一个 接点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下滑 持续往下 持续往下回落 回落的话呢 只要重点观察3550的位置 不破 对呢 机会点 破了 那么方式反向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态度 那么呢 虽然说呢 做出完全的一个分类 那么结合当前的量价关系 和板块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个人认为 这个位置 进一步的 继续往下 考验3550 军业考验五军 残忍结构考验3550 可能概率更高一点 只要说呢 不破 那么呢 调一调 后面还会有一个三三反抽 好 这是对于指数 然后我们再来看板块 板块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看像今天 其实指数呢 跌的不多 上阵指数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像今天 其实到当前的话呢 我们来看 今天3576 昨天的低点的3577 就是顶分已经成立了 只不过这个顶分的话呢 破破五军 是观察的重点了 好 那么从 割股来讲的话呢 其实今天 上涨的股票明显 要远远低于下跌的股票的缩量 那么板块轮动的话呢 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分化 是非常之明显的 好 那么我们来重点去 看了几点什么呢 我们分三个不同的方向 第一的话呢 例如说像 周期 好 那么周期方向呢 今天是还保持 就是呢 像稀土有煤炭 有色钢铁 尤其是稀土煤炭 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勉强的 活跃和偏强 好 然而这是周期方向 实际一个内部分化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金融 金融里面的话呢 那么今天 对应的 也是呢 整体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增浪 分化 小调整 那么这个新能源 新能源里面的话呢 今天是 全面进行调整 那么这是咱们今天 重点点评的一个视角 为什么呢 因为不同 就是对于此数来讲 它或许是增浪 或许是这样的分化 但是不同的板块 它的浮显程度不一样 它的机会程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对于新能源方向呢 咱们近期对它的一个态度呢 也是非常清晰 非常明确 就属于的 因为很多板块 它属于的高位 高位的话呢 即便就前面 有消息驱动 例如说像李矿 在涨价呀 包括上一些 消息吹风 但是呢 他前面已经经过一大波 组成过之后 当前是增浪当中 它很难在 和前面的一步涨幅相比较 就是很难 很难期待 它比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 力度幅度还要高 那么我们来看 结合呢 板块指数来看 比如说像光伏 光伏板块的话呢 咱们前面对它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是非常清晰的 第一的话呢 重点 一是高出不是寒 高位增浪 二的话呢 价格突破前面高点了 但是呢 量能没有跟上 MICD是属于 MICD也好 量能也好 它是顶背离的一种状态当中 所以说呢 在这个节点呢 反而 即便偶尔的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涨停潮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轮动的视角 但是呢 还是保持谨慎 那么今天的再度 像今天 截止到 截止到当前 他已经出现 这样的强顶分了 出现这种强顶分的话呢 那么结合他 高位增浪的节点 这个位置呢 是高度要防范 他的整个板块的一个风险 一个是量能是缩减的 一个是 顶背离的状态之下 再加上当前这样的一个强顶分 所以说呢 对于 光伏方向的话呢 还是要以 警惕 以 避险为主 但是具体的个股的话呢 如果说 遇到符合你的交易模型的 那么也要更加谨慎 好 这是光伏板块指数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储能 储能的话呢 前面量能是跟上来了 量能跟上来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的一个 如果说用残论结构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的话呢 其实好 前面一波上涨 这是一波日线下段下的回落 这个在上涨 它和前面相比 大概的是个发生背词的 当然发生背词的话呢 只不过前面这个量能又起来了 这个量能起来过之后呢 我们来看 起来一波回落 量能有所萎缩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其实用分钟级别来看更加清晰 清晰的节点是什么呢 从阶段性1104点位以来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五分钟钟度延伸 作为三十分钟钟度来去看待 它是一个三十分钟盘整上 盘整上的话呢 已经结构比较饱满了 饱满的话 当前又属于三十分钟的MSD顶背离 以及呢 盘整上的背词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大概的会有一个三十分钟 先程下 日线一笔下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而且今天呈现的是一个顶分 属于典型的强顶分 破五军的一个走法 所以说呢 也要防一防风险 只不过呢 这个位置 它如果说后面的量能能够跟上的话 就那后面的量能 只要不出现快速的缩减 量能的话呢 能够和前面这样的量能能够保持住 能够维持住这样的一个量堆 那么呢 一笔下回落的时候呢 只要说 不破下方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呢 回落之后呢 可能还会有反复的机会点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回落 比较无抵抗的调整 量能持续的一个缩减 而且比较明显 那么防范的是 趋势线的再度破位 只不过呢 上转过程当中出现这样的一个 十字星出现这样的一个顶分破五军 这都是要防范的一个节点了 好 这是储能 那么我看下风能 风能的话呢 咱们前面点评的就比较详细 比较 平 平次比较多 那么呢 这个位置一笔呆过 今天也是出现顶分破五军的一个走法 而且呢 前面 咱们对于风能板块的话呢 其实对应的就属于 下跌 它是破位 反抽 量能 顶不上 MICDA水仗的弱 偏弱的一个状态当中 那么偏弱状态当中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它的持续性来讲是 不看好的 这是咱们前面也是更多的是以风险的一个视角来进行 点评 那么当前的话呢 我们来看 那么像代表性的 例如像天顺风能前面的趋势龙头之一 那么当前的是 顶分破五军 长商营 长商营顶分破五军 风险点 回落 一笔下回落 但是反抽的力度比较弱 量能也没有跟上 再回落的话呢 破前面低点 所以说像天顺风能这类个股的话呢 是防范的是顶部特征 非常明显的 这个顶部特征的指导是什么呢 例如说 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趋势 实现的颇位反抽 再向下的确认 人呐从23块6毛7的位置以来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下行 新的下行通道的一个开启 所以说呢 还是以避险为主 后面的话呢 即便存在弱反抽的动作 那么对应的空间不大 它可能下跌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搓成 所以说呢 以避险为主 这天顺风能 那么对应的 例如像金峰科技 这类个股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当前是属于下跌中进呢 还是属于摊底呢 这一块的话呢 其实前面下跌 零力 反抽力度比较弱 量能也比较萎缩 所以说呢 前面在这个界点讲到 它不是一个好的买点 要么等它五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确认 没有出现的话呢 那么继续回落 回落过之后的话呢 当前防翻的是 从20块9毛5的位置 其实用大的一个结构上面来看的话呢 下方这个趋势线 还可以作为一个观察级点 好 那么比较理想的做法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逐渐一个30分钟的中枢 然后的话呢 再走一个线下离开段 然后呢 明显的发生背驰 再去观察 有没有出现墙底分 整个板块会不会有公认 所以说当前的话呢 在这个几点下跌中继的可能性 稍高一点 好 就对于风能 那么我们再来看 那么像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的一个板块指数的表达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前面的量能为何有方量 那么这个位置呢 也呈现 其实对于能源车来讲的话呢 它还是可以去跟一跟 因为呢 对应的 可以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 就是在上周 本周一 本周一一根中阳 这样的一根中阳线之后的话呢 只要说连续 小阴小阳线的一个整理 只要说始终不破这一根阳线的尸体 那么后面呢 还是存在一定的 反暴的可能性 或者存在反复的可能性 如果说把这根阳线给破了 后面的话 调整把这个阳线给破掉了 那么就要进行进入 风险防范阶段 这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态度 那么这下离电池 那么对于离电池的话呢 前面有一定的消息的驱动 那么当前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向上前高附近乘压 向下的话呢 对应的小周期的一个视角来看 向下的话呢 也可以用单阳不破的一个维度来去跟 这个单阳不破的话呢 就属于把上 把本周一的阳线尸体 作为一个防守位 然后呢 这个阳线尸体不破 那么呢 还可以用震荡的视角 可能还会存在短线的一个机会点 如果说破了 那就要高度防范 不管是短线的防范 还是驱使不断的角度 都要进行防范 如果破了这根阳线的尸体 因为呢 它毕竟在前高附近有沉压 好 不破 短线视角可能还存在低线高抛的机会点 好 这对于新能源方向的一个 点评 那么呢 不同的板块指数 不同的技术表达 不同的应对的一个视角 对那相似上的话呢 如果支持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量呢 还不能持续的放大 这个位置的话呢 还是高处不胜寒 或者说呢 警惕 小心 好 这是对于新能源方向 那么结合其他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可以说像 大盘关注的是五分钟级别 三点买点给不给 既然说新能源方向的话呢 它是 位置的来讲是在偏高位 那么呢 相比之下 那么咱们前面 进行讲到的比较多的 例如像消费电子呀 包括呢 像汽车电子呀 包括像 底位的一些科技方向 那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轮动的一个视角 例如科技里面 我们来看像半导体 咱们在上一个视频刚刚讲到过 好 那么它是跟踪这样的趋势线和量能的 像华为 对应的 只要量能不说 趋势线不破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用重点去跟的 虽然说呢 它也是 给了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新高的走法 那么对应的像这里板块的话呢 其实 只要板块有机会 那么个股的话呢 你可以挖掘性价比比较高的 好 例如说呢 像消费电子方向 我们来看 消费电子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只要说量能不说 整个趋势不破 还保持这样的状态 那么内部必然会存在一些轮动的机会点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那么呢 对于大盘来讲 那么呢 观察 只要下方的五分钟 现在下回落不破 3550 它可能会存在 还会存在一次现在反车的动作 板块的话呢 那么不同的板块 它的风险点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从板块的视角来讲 尽可能挖 尽可能跟踪和挖掘 近期持育方量的 然后呢 趋势向上的 或者说呢 近期保持活跃的 然后具体交到个股的话呢 按照交易体系当中 买点买卖点卖的一个时刻 跟了 好 这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只作为技术交流 今天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再见 再见 咱们 咱们 感谢观看